今日的大表题都已经说了会讲芯片股 所以人们都会追求快点问芯片股 真的要快点 因为很多人都问中芯国际 其实上个星期也有跟我们推荐过 8月份相对会比我看好芯片股 所以今天也跟进一下 先讲讲 因为公布了业绩 就是981中芯国际 简单讲就是上季的纯利增长4倍 赚超过6.8亿美元 销售收入和毛利率按年和按季都有增长 中芯还上调了全年收入增长的目标 和毛利率目标达到3成左右 怎样看今次的业绩是否收货 绝对收货 因为其实上个星期也有说过 为何选择芯片股 一来刚才提到国策因素 我觉得相对受累性会较少 而来其实他们起码的盈利透明度算高 因为很多时候如果大家有跟开都知道 比如中芯很有趣 每一次出的业绩 他都会预期在下一季的前瞻 所以其实很多时候 当下一季的业绩再出 你可以比对当时他之前的预期 究竟差异大不大 是比较差的还是比较差的还是比较差的 所以其实这次是一样 如果你看看这一次半年业绩 就是特别第二季来算 如果比较就是他之前 当他五月份的时间 公布第一季业绩 而他预期第二季展望的那些数字来说 其实这次第二季实际的数字 比他当时的业绩还要强 因为他当时预期第二季的收入 其实对比第一季 是升大概17-19% 而无理率的水平 都是大概两成左右 但是结果这次 如果看第二季实际的数字 收入还比是升超过两成流上 其实增速已经比当时的 focus为之强 而无理率第二季 其实也都已经上了三成流上 其实都是比当时的数字为之高 其实他发现得到 只是看旧的那条数字 其实都是比预期的强的表现 而刚才提到一点 就是他也会预期来 其实看到今次他预期第三季 或者是全年一些目标展望来说 其实整理的看法还是好的 因为第三季当然你今次看一条数字 譬如电话、自动手机 很多时候第三季会出 其实第二季的单是特别强的 所以按季上说 第三季永远是 数字是差一点的 所以你说能够按季都有个升幅 其实不是一个差的表现 而且他也继续维持 就是无理了三成流上 所以我觉得 接下来的那个 盈利前景似乎还是比较乐观 所以我觉得 如果你说 以这一刻的业绩 或者接下来的预期来说 其实你见到今天 对出来这一刻 涨到8%或8%上 其实是一个挺正老的表现 当然了 但是部署上说 说真的 上个星期建议的时间 都是大概23、24、25元左右的时间 所以我觉得 如果你说这一刻 现在先至问有不进场 我觉得会等一等 因为其实 当然元币是好的 而去到现在 假设现在开30元上的时间 其实都接近年初的高位 因为年头最高是31.95元 大概32元左右 其实就不是捉得完的 大概2元左右的向上吻的水位 变上我觉得这样波动就不一定是太直拼 因为近期升级幅度也不少 所以如果你说真的有货当然 keep 或者看看会不会破的顶位 如果没有货 就真的等一会作强调整才知道 去捕捉会否好些 是的 其实都有几个人 问中心国际 好像Sylvia 她问一下你刚刚答了 因為它說可不可以入貨 它就說看長遠的話 如果是長線 長遠可以的 因為始終上個星期也有說的長遠看法 當然剛才分析的是這一刻的業績 或者接下來這一季的看法 但是長遠其實整個芯片行業 就是香港上這幾隻內地的芯片股 我想玩那個方向都是芯片替代 國產化因素 而再加上中芯 它比較有能力去提升到一些產品技術的東西 當然這個好看就是 再延伸下去好看譬如中美的問題 因為始終它的產品 就是它做的芯片 所謂能夠做一些小顆的 去到一些可能5納米 或者再強一點的3納米 這麼高端的技術 一來要時間 二來好看那個儀器的供應 儀器供應上禮拜講的就是光刻機 但是這件事就比全球都一樣 是SML那邊主要做供應的 而SML其實就 某時候上會受美國 雖然它是荷蘭公司 但是美國那邊發聲的東西都有些左右 所以要看這件事 可不可以繼續如期 即中美的問題 就是中芯唯一要面對的風險 所以其實上星期也說 就是中常設計算是好的 但如果選擇這隻 就要這個風險要留意 所以我覺得 如果你說更加 如果你說是一個中常設計部署 那不用太心急 我覺得是等它做方法調整 才買好過你強行告罪 甚至乎如果你說真的 資金上是 彈藥是足夠的 或者是分得多的 我覺得你如果很想的 其實可以在這些位置 考慮先進入第一下 但是如果下回去再加多些 會比較好些 分住了 Nicholas 不知道是否最近罵 他26.6元 中芯有貨 目標價是多少 目標是剛才提到的 暫時至少看回到 今年年頭的$32元左右高位 你看看能否破到頂 我覺得是有信心可以破到的 特別是中線 要破就一定是很大機會 你可以看著這些位置 但是如果你說不是太長的 純粹都是貨這一轉 那我看上去之餘 你下面定下指賺 我也是可以的 所以指賺位 我覺得可以放回到前幾天 剛剛禮拜一的高位 28.95元 我想如果短期跌穿 28.95元 大概是29元左右 那你也有約3元落袋 那我到時考慮先行止賺 會比較好些 還有一些 我可以再去看 我看到你 你怎麼會 我可以再去看 你我可以再去看 你很容易 我可以再去看